大家好,我是老赫 昨天刚发布了一个关于魂灵师前期开荒的方案 没想到天才无敌咒早就已经把风暴之雨的BD做了出来 比想象的还要强力很多 50层的深坑只需要1分20秒 首先我们的伤害核心是风暴之雨 所以祖父魂灵都选择飞鹰 释放飞鹰技能的雷击尖刺会获得风暴之雨的移速加成 之后使用闪避会发射风暴之雨造成电击伤害 并使目标一伤 而加速雷击尖刺会让我们伞壁时自动释放雷击尖刺这个飞鹰技能 再加上雷击尖刺的第三次攻击会让伞壁冷却减少5秒 大家都知道伞壁冷却大概就是5秒左右 如果不够可以使用卡拉诺斯的踪迹 或者在靴子上淬炼一个减少伞壁冷却的磁条 再使用我们的核心武器斯帕中铁克每次都必定打出第三次攻击 这样我们使用伞壁就会自动释放雷击尖刺和风暴之雨 而且可以无限循环 说白了我们只需要用一个伞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而且风暴之雨自弹引导 打boss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围着他转圈圈就可以 大概了解了一下玩法思路之后 我们先看看拥兵和技能 拥兵我们雇用拉海尔 技能点到嘲弄诱尔就可以 后援没有什么太大的讲究 老哥们可以随意 我选择了瓦里亚纳 技能点到冲击波 这个技能和巅峰盘的暗黑盒连接 我会发到影片下方的描述里 有兴趣的老哥们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巅峰盘有些磨叽 老哥们可以跳到影片的3分04秒处 直接看装备词条和符文之语 竹果馆有些磨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装备磁条里头盔我们选择贵族斗篷 重要磁条是提高100%魂灵电堂加成效果 这个磁条会让风暴之雨的伤害翻倍 而这个加成效果应该是100%固定 所以挑一个其他属性高的就可以 符文之雨可以随意 用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我使用的是贝克和拉克 胸甲使用布虫之精华 这套配装的特点是 会在戒指上使用布区打击之精华 护甲值越高伤害加成就越高 所以护甲值堆的越高越好 感觉这个名印是真心的好 手套我们使用自爱沼泽之精华 锤炼风暴之雨效力 堆敏捷护甲暴率就可以 裤子使用震荡打击之精华 或者考虑到生存选择力量之精华也可以 靴子使用拉卡诺斯的中绩 在这个BD里 这个靴子简直好的没办法形容 所有磁条都是有效磁条 因为点了迅灵之力 移动速度高都会让我们的飞鹰技能伤害提高 武器使用斯帕中铁克 是这个BD的核心装备 因为我们不是用基本技能打伤害 只需要必定使用第三次攻击这个磁条 所以只需要选择一把敏捷高的就可以 别的磁条都无所谓 符文之雨选择了奎和射母 武器上的符文之雨老哥们也可以随意 戒指一个使用不驱打击之精华 另外一个使用致富精华 之前也提到过 因为不驱打击之精华 所以我们的护甲值堆的越高越好 因为我们一共会使用两个巨星技能 所以基本可以全程覆盖这个效果 最后护身符我们使用戒力之精华 因为技能护甲毛皮和武器斯帕中铁克 都有隔挡几率 所以这个效果也很容易维持 最后再说一次赌博的小技巧 虽然上个影片也提到过 但是这个太过bug 所以重复说明一次 真怕什么时候突然热修 把这个几率降低了 进入赛季祝福点满奇物之瓮 赌博时多给一件装备 和出现按金装备的几率出奇的高 热修之前老哥们不妨试一试 好了这次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老贺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请点个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